她自己的经验说出来 这个公开这个偏方的人 她本身是种荔枝种了五十多年 她说如果她二十五年之前知道这个偏方 她的太太就不会这么早 在洗神洗了十四年之后 最终都要离开她 而令到她的孩子是失去了母亲的 所以她说现在她自己又要洗神了 她说洗神的病人 是主要因为肾功能不能够揮发的 她不能够去排液排尿液 所以她们就需要一段时间去度尿之后 都不能够有起色 就一定要采取这种的洗神方式 她自己也是因为糖尿病 长期糖尿病 二十年的糖尿病 历史是很长久 引致她这个神功能去失效 所以结果她都要好像她太太那样 需要去洗神 当她去洗神的时候 她从来都很 对偏方是有很强烈的排斥感 她只能够听医生话 二十年来听从西医的说话 她就去 就要去洗神 她洗神的时候她就说 我现在是坐耳待毙 与其是这样 我不如试一下偏方 可能也有效的 所以当她洗第二次神的时候 她的小审的娘家有人去探她 问她你想不想试一下 可能有效的 那这个病者她就说 很愿意尝试 那当日的中午 她的小审就拿了一锅的汤给她 这锅汤是那些猪腰汤来的 就叫她喝 里面大约是有碗半 她当日就分开两次就喝了这个汤 第二天她再喝一次 又是大约碗半的份量 同时她吃了半个的猪腰 在那天第二次喝的之后 她的排尿情况就有了改善 那第三天她应该继续要洗神 但是医生看了结果 觉得你暂时可以不用洗了 那大约她总共喝了一个星期左右 这些的猪腰汤 结果医生很惊奇地说 你的神功能已经渐渐恢复了 你可以出源了 所以这个病者 她觉得这个偏方 她是很乐意和大家分享 希望能够救到其他有神病的病人 做法是很简单 是需要新鲜的荔枝核7粒 然后呢 一副的猪腰 一副就是两个 回来洗干净的猪腰 就把里面那些白色的根去除了它 然后洗干净的猪腰把它切薄片 把这个荔枝核打碎它 用沙布包住 就和这个切片的猪腰 就放在一个大的碗里面 就加上将第二次洗米的米水两碗 第一个的洗米水不要 第二个的洗米水是总共两碗 就加在这个大碗里面 就加上荔枝核和这个猪腰 一起放在电锅里蒸 大约蒸它半小时 然后呢 一次就把汤喝光它 这样呢 就有效了 她说这个是很简单 又不需要花很多钱的洗神的秘方 她自己呢 就洗神就是拜这个的秘方所持 而不能 而可以呢 不用再继续洗神 所以她说